作者 虎福 图片来自网络 欢迎参与文委延伸话题 据观察者网7月3日的消息称 根据网友拍摄照片显示 当天上午大连造船厂内055型驱逐舰 3、4号舰锁在船雾 同时开始注水并打开雾门 两条准寻扬舰同日下水 中国强大工业体系支撑下的造舰已经由小破快跑转为支道加速 让网友感叹中国速度 据了解 055型驱逐舰是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设计 将南造船厂与大连造船厂联手打造的新型驱逐舰 去年6月份 首艘055大型驱逐舰的下水 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极大关注 如今两艘055大型驱逐舰同日下水 则再次刷新了大家的观感 作为我国第四代导弹驱逐舰 055型驱逐舰 不仅排水量特别大 而且具船装备有先进的有源向控制雷达 以及上百套垂直发射系统 构成了强大的防空 反导 反舰一体化作诈体系 使之完全能够胜任保护国产航母的带刀侍卫角色 这些年 中国造舰速度堪称世界第一 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下饺子 据统计 从2014年开始 中国海军保持着每年下水2到3艘驱逐舰 4到5艘护卫舰的速度 不断增加的战舰总数已经超过了英德等海军强国战舰的总和 即便与正在进行升级改造的美国海军相比 也不慌多让 公开的资料显示 中国过去4年下水战舰的总吨位已超越了美国 一些 美国媒体甚至酸溜溜地称 中国战舰只重数量 而不重质量 代表世界先进水准的055型驱逐舰的下水 应该可以堵住美媒的嘴了吧 从055型驱逐舰的性能来看 其总体水平堪比美国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超出 055大型驱逐舰不但可以作为防空舰 还可以担当编队的指挥舰 是名副其实的多面首 反观我们的邻国日本 很早之前就提出了要建造压制055型驱逐舰的 27DDG和28DDG副尾舰 然而 日本的造舰计划因经费和技术问题 仍然处于搁置状态 日本曾有人叫嚣半小时消灭中国海军的大话 如今彻底成了国际笑柄 无论是国产航母的下水 还是055型驱逐舰的下水 都表明我国的军工体系已经比较完善 中国海军在国家工业实力的助推下 有望从制和量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为维护中国海外权益和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延伸话题 目测055大型驱逐舰要造多少艘合适 欢迎参与话题讨论 更多内容请点击右上角加关注 严正声明 多家自媒体未经授权 在微信平台抄袭阿尔法军事的文章 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 如果有需要 请光明更大的联系本号管理员开白名单 原创不易 谢谢配合